大家好,我是元大S&P500,一天我经理人刘虾 川普上周宣布,自9月1日起将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清单加征10%关税 而人民币汇价在中国官方放手之下,于昨日指贬破期的仿线 显示中国采取最直接的方式来迎击美国的加征关税 随着贸易战迅速升级,昨日全球股市一片还好 晚上美股更创下今年以来最大跌幅 三大指数中,标普500下跌2.98%至2844 道琼下跌2.9%至25717 NASDAQ下跌3.47%至7726 而避险性资产也反映市场风险情绪的高涨 黄金上涨1.3%,BIX指数则上涨39.64% 我们认为本次人民币快速贬值破期防线最大的原因 就是中国已逐渐没有方式可以川普对抗 一是中国在回击美国贸易关税措施上已没有选项 即使是出售美债或限制稀土出口也并非有效工具 第二则是汇率为最直接的工具 借由人民币贬值有利出口 更有望抵消对美贸易减少所带来的GDP一项 其实川普对中国贸易战的筹码也逐渐地祭求 第一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近6000亿清单 接引加征关税对美国跨国企业的营收 已经有实质的负面影响 从近4个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不断下滑来看 最大的凶手就是新订单的表现不佳 所以川普不可能无上限的快速调升关税 否则将伤及国本 第二美国经济基本面虽然未落入衰退 但加速引擎也不如减税政策所带来的 营收盈于双位数成长之动能 若无7月底联准会的预防性降息 股市很可能早在7月中 第二季财报陆续公布时 就开始高档修正正当 第三根据最新的民调统计 7月底以来川普支持率由45%下降3个百分点 来到42%为近期的新低 而随着不支持率的持续升高 为川普连任之路面临强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预期还是会按照之前的评估 中美贸易战会随着美国总统大选 及中共建国70周年在双边互利之下 于9月底10月初会有初步的结果出现 随着9月1日3000亿清单才开始课税 而中美双方在9月中才再次谈判 以及联准会律律会议 确认再度降息与否 其实8月份并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政策会发生 预期美股8月份会伴随着中美双方的口水战 持续震荡下收 短线上美股是否止跌 我们需观察两个指标 投资人切勿觉得减便宜而貌然进场 第一是市场风险期训工具是否回稳 我们可以藉由观察黄金ECAP的单位数 黄金期货及BIX期货的未平仓量是否回到合理区间 第二则是美国三大指数是否可与年限指稳 标普500是2800点 道琼是25600点 而纳斯达克是7600点 如果契约率跌破年限 将由转为空头格局 我们依照历史的经验 如果转为空头格局 美股空有10%的跌幅修正 而在中长线上 除9月份的政策为观察指标 根据FAXA的数据显示 标普500指数 未来12个月的本益比是16.8 以逐步靠拢5年平均的16.5 显示股价也快合到合理的价格 而随着美国企业第二季财报公布 第三季的财务预测 也超乎市场的预期 投资人可等待美股这波下修满足后 借由元大S&P500 1.5 分逼布局美股 谢谢